最後一個我們要講的是海洋 海洋的神經 海洋也有很多不同的侵蝕作用 包括打下去把空氣灌到鳳鳳裡 鳳藥的那種侵蝕 還有拍打擊碎的力量 還有一些化學的作用 也不管 我們如果不教有什麼侵蝕 就只教海水會侵蝕 然後侵蝕有很多的景觀 你不用操 你現在先不用操 來先看照片 很簡單 就是用這個長相用這個名字而已 來 這個是海水侵蝕的斷海 這是什麼 海蝕海 你們好 這到底是一個瓶瓶的叫做什麼 海蝕瓶海 海蝕瓶海 那挖的洞叫做什麼 海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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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裡那個洞貫穿了 像一個拱橋 就是什麼 海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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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照片是澎湖的鯨魚洞 也是當地的一個觀光名勝 其實那裡什麼都沒有 就這塊石頭而已 好 為何叫鯨魚洞 我聽過兩個說法 一 它怎麼叫鯨魚 二 曾經有鯨魚在附近回遊 不管它會不知道誰對 我問這個 什麼 那石門那邊 石門那邊也有海蝕 也是一個觀光名勝 大家會去那邊看啊欣賞啊走走看 石門那邊也有海蝕 那如果是海蝕啊 穿過去打掉變兩根 海柱 海柱 這是金山的柱名 竹台雙魚 金山的一個 在海中間的一個景點 竹台雙魚 所以這就是掌成這副德性 所以叫做這個名字 所以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 你就要招一招就好 考試那邊也很難考啊 為什麼很難考咧 我可以問你喔 蒙古高原只見石浸是誰造成的 你還要記一下 叫做風的青石 那我問你海蝕柱誰造成的 那都寫給你看海蝕柱啊 那誰造成的 海水的青石嘛 那還怎麼好考的 所以要考這個其實很困難啊 因為大家都告訴你 他還怎麼好考的 所以呢 段來叫做海蝕來 平台叫做海蝕平台 洞叫做海蝕洞 貫穿巷拱橋叫做海洞 獨立在海中間叫做海柱 就這個名詞而已 就直接名詞 你看他那個照片 知道他的長相 那就可以了 這也並不重要 考試也很難考 原因就是因為答案都可以講 還怎麼好考 還怎麼好考 OK 所以就是欣賞一下就OK了 那這是一個 那麼這個是補石肉的參考書的題目 他問你說那個海蝕癌 海蝕平台跟海蝕洞 誰先行程 誰後行程 補石的說法就是說 先挖一個洞 洞太大 幫我來就形成海蝕癌 海蝕癌向後退就露出一個海蝕平台 所以先有洞再有還在有平台 然後現在特別已經明示 這叫做胡說八道 沒這回事 所以應該不會有這種賞花蛋 在問這種問題的 但萬一還有這種蠢蛋 問題就是答案 先有洞再有還在有平台 不過這個其實沒有一定按照這種視訊 沒有是這樣子 沒有OK 好這叫做硝波塊 重型硝波塊在海邊常看到 幹嘛那個 海浪打上去 然後分散他 然後讓他減少對海岸的心死 這個我也被狡過 因為他很醜 因為他很醜 就一塊一塊的大大的水泥塊 這樣他很醜 我們好像以前曾經有一次 公務局想在東海岸去布這些硝波塊 被他罵得半死 我們開車經過東海岸 又希望怎樣 看到美麗的太平洋風光 結果海邊就把他 砰一台水泥塊 又把他在那邊去 你不死 不死 找死 所以他在表 硝波塊 用來這種蠢問題 有人考過 就問你硝波塊要幹嘛的 硝波塊要用來 減少輕蝕用的 減少海洋輕蝕 減少輕蝕用的 這就是硝波塊 以上就跟你講的一些海洋的輕蝕啊 的狀況 這個比較簡單 而且基本上也不太會考 OK